刑事局大破了两岸诈骗集团16人 而诈骗集团他们在两大通路做了诈骗 一个是在网路上假装网拍或者是色情应招来诈骗民众汇款 另外则是在报纸上来刊登分类广告 假冒带书或者是租不子 让这个诈骗急需用钱的民众来上当 而这个集团分工相当的细腻 从首脑诈骗到取账户不子还有领钱的车手 每个人都有分工 至少已经有受害民众超过500人了 而诈骗金额也超过了数千万元 诈骗车手在提款机前领钱动作迅速 虽然带着鸭舌帽企图遮掩 但一举一动全被监视器拍下来 然后一进去他们的动作都很快 每一张卡他们身上通常会有好几张的人头卡 然后每一张该提领多少钱都有固定的金额 诈骗集团分工信 警方的搜证带还拍到另外派人领被害人的本子 还有诈骗的首脑负责做规划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次的主贤 他现在就是他们要去交账户 他到对方的车那边去交账户 没拿到账户 集团的主贤还气得丢烟地 这个照片集团利用报纸和网络四处行骗 刊登假冒淡书租本子领现金 照片保证金或是假网派事情印招受骗被害人汇款得逞 刊登广告 广告当中就是有谁要去贷款 那他跟某一个这个金融机构有配合内线 那这个是谎称的 谎称有跟他配合来骗取这个律师的公证费用 走在前面用外套盖头的就是集团首脑杜姓男子 而旁边这个重顺的正姓嫌犯就是负责管车手 其他的有拿本子的领钱的 人数加起来多达16人 警方律序将嫌犯移送 也提醒民众千万不要落入诈骗陷阱 这里新闻杨中盛 柯英卿台北报道